對 我是不是躁鬱症 還是我是不是子宮也有什麼問題 然後要怎麼控制情緒 第一 為什麼我們躁鬱 楊皓如的問題是 她是不是有可能是躁鬱症 躁鬱症 要如何控制情緒 我們先請曲醫師來回應 請曲 為什麼不停 好 躁鬱的話 皓如姐先不用擔心 她的確還不到那個程度 但是就是我們先從上面這幾個問題 能解決的 先給你一個方向 首先的話呢 就是驚喜兩個月沒有停這件事情 失敗還是會有評寫的狀況 那如果是評寫的話 其實你就很容易覺得喘 暈 然後覺得累 而且注意力不集中 那喝紅酒有用嗎 還是吃豬血糕 豬血糕比較有用 或許是放鬆心情有用嗎 放鬆心情 因為其實你那個症狀是 因為你生理上面就邪氣不足 所以你再怎麼放鬆 其實你還是會有不舒服的狀況 那像這種評寫通常來講的話 你一定要注意要補鐵 因為其實評寫跟你鬼剃頭也有關係 就是說我們鐵質如果不足的話 其實也容易有落下的現象 搞不好找到答案了 對 所以不妨回去多吃點豬血糕 或者是這種比較富於鐵 富鐵的一些食物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說 是從四奔到五的年紀的話 什麼 蛤 我們要奔到五了 沒有 我覺得預期之後 會慢慢慢慢的 一眨眼就 我不要 我永遠要再四 那算你年齡的話 就是不免那數字會增加 可是就是那個 通常我們四奔到五 有的時候會遇到一個過渡的時期 就是女性一定會遇到更年齡 其實每個女生都會 該來的還是會 她年齡到底幾歲 幾歲更多幾 平均的話在45到50這段時間 45歲 會漸漸開始 完了 有些人 這個月經滴滴答答這樣 我會就在前期嗎 其實老實說 就是月經開始亂 就譬如說有的時候 它不這麼規律了 然後可能就是 有時候是先縮短 會突然都大聲這樣 我嗎 妳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我有嗎 我又突然 妳一下很溫柔 然後一下會突然大聲的 真的嗎 對 很明顯 我也不好意思跟妳講 妳要跟我講 我都不知道 我想說沒關係 那我要好好改進 我都不知道我變大聲 是為什麼耳朵有問題 還是怎麼樣 快點許醫師 你繼續講 其實妳看播出就知道 妳會一下很溫柔 一下突然很大聲 對 來 繼續 不過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更年期為什麼會影響到情緒 是因為我們磁激素 它其實在波動 那磁激素的波動 它其實會影響到我們 一個激素叫血清素 一個神經傳好激素 血清素 它也會跟著波動 那血清素是幹嘛的 就是妳的幸福感 然後滿足感 開心 這個激素它如果不穩定 那的確就有可能 就是妳情緒的口氣就 這方面現在不是都說 可以用補充的 我有問題 就是血清素就補充血清素 對 是不是要吃類似像避孕藥這樣子 就是要看 因為通常避孕藥 它還是有特定的一些激素 它的不同比例 所以其實 的確我們如果有更年期的症狀的話 然後適度問醫生 妳大概是哪一些症狀 通常也會有不同的治療模式 譬如說真的是荷爾蒙補充 或者是說其他的一些 這是血清素的穩定劑等等的 舅姐妳真的不一定要用到 不過真的 40到50確實是一個 對 一個坎妳知道嗎 小英的媽媽也是對不對 沒有 我媽媽 妳的媽媽才45 50 50 其實妳這半年都這樣 因為妳媽媽才到齊 560 妳發現了 媽媽 還跟我們同一個國小 妳知道嗎 因為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妳 但我看是可愛 對不起 我剛剛看妳說媽媽幾歲 不是 對 要保持這樣 對 妳不要突然又大聲了 像剛剛皓如姐發生的事情 結果我就聯想到我媽媽 就有一次就是工作出差幾天 然後我媽回來之後 她就馬上抱著我開始哭說 哇 好多天沒看到妳了 然後我就想說 蛤 就那麼誇張嗎 就是幾天不在家 有需要到落淚 她就說沒有 我很想妳 然後突然間又一秒又翻臉 她就說 但是妳在外地工作的時候 為什麼不回我訊息說妳到飯店了 然後我就突然想說 怎麼一開始還在很暖的 就跟著我說 好多天沒看到妳 我想說媽媽怎麼人這麼好 然後突然間下一秒又變臉說 怎麼沒回訊息 妳到飯店妳都不用擔心 我都會擔心妳耶 情緒很大耶 妳如果壞人抓走怎麼辦 然後我就覺得 媽媽的情緒就是起伏太大 讓我覺得很恐怖 而且媽媽很奇怪 媽媽對我們認為很普通的字句 有沒有 她會突然很敏感 有一次我老婆叫我女兒說趕快去睡覺 我女兒因為她們現在在學校都流行 講說妳很囉嗦 妳很囉嗦 所以她家裡面自然就這樣講 我女兒就說 然後我老婆就突然就會暴怒 什麼我囉嗦 然後我都不要管妳好不好 我囉嗦什麼 然後我在那邊聽我想說 這樣子奇怪怎麼反應那麼大 我說小孩子講囉嗦兩個字 不見得代表那個含義嗎 然後我說 我講那個 我在想小孩 妳在旁邊講什麼 妳去陽台 一定是妳們家的寵物裡 或她要住在陽台上面 我們要問陳醫師 因為我們會常常遇到驚奇的問題 都會說一定要看中醫條理 那如果我們是累更年期 或是就是進入那個perimenopause 就是早期的 應該是變化 早更 該怎麼辦 其實應該說浩魯真的就是 我們更年期的代表了 妳太怕了 妳秒數厲害了 妳怎麼會對醫生講屁呢 妳以前會這樣嗎 好像會 不過終於可以給妳一個 合理的解釋 好 妳說 黃帝內經講說 七年一個週期 那麼進入42歲到49歲 黃帝內經講說 聖水絕 水不夠了 地道不通 聖水絕 絕這個字不能聽 所以缺水 對 缺水 缺水 會不會她老公都跟我說 她很乾 真的 真的嗎 我們聖水沒有 這聽起來很 皮膚很乾 都說她皮膚很乾 其實這是一個水火平衡的概念 眼睛很乾 水相對不足 火相對就比較大 所以為什麼很容易就失火了 那我們中醫講說有情緒 沒有釋放掉 就是乾氣欲結 氣悶住了很悶就會有火 火就會越來越大 又沒有水來滅火 它就爆炸了 所以 她在講很有道理 夫妻吵架 你如果沒有辦法和解的時候 那個氣 預計在心裡面 我跟你講沒多久你就長痘痘 要不然就是痔瘡 對不對 真的 都是上火的現象 火氣大 對 氣欲久就化火 加上他們又沒有水來滅火 一下就爆炸了 所以那麼容易暴怒 對 所以為什麼月經都不會停 那要怎麼讓它停 對 所以我們重點在於 那怎麼補腎水 那補水最簡單 最直覺就是我們要喝水 但很多人喝水 還是不能飽水 所以要吃一些 能夠讓身體飽水的東西 像我今天就帶來木耳 對 當然不是這樣一朵一朵這樣吃 可能可以拿去炒菜 做木耳露 用喝的 所以我們去買那個市面上 那種一罐一罐的木耳露是OK的 對 那個就很方便 對 木耳也可以 那一個更厲害的東西 這不是仙草 這是 龜鈴膏 龜鈴膏又可以滋陰 中醫講滋陰就是 補水的意思 它裡面有一些藥材 可以幫你降火 對 我們等一下就去買龜鈴膏吃 等一下就去買龜鈴膏吃 龜鈴膏這麼厲害 對 那這兩個東西是對 接近從42歲以後 接近停經的婦女 很好用的 那另外我們講乾氣欲解 其實每個人都有壓力 不管年紀小的 年紀大的都一樣 中醫關於壓力這件事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釋放 只要能夠找到一個 能夠讓自己壓力釋放的東西 我覺得不要浴在心裡 其實情緒釋放掉 火就不會變大 再吃這些東西 把水補進去 其實你更年紀 就可以安穩地度過 你現在會不會很難哭 哭不出來 不會 還是很愛哭 那你哭多一點就好了 哭過一哭 但是是有眼淚的那一種 當然 你看真的是 年紀到了 他講話都會變這樣 沒有 醫生還沒有回答到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不要一秒 暴怒 可以緩和 就拖久一點 讓自己情緒比較平穩一點 那暴怒其實有時候 我們會叫我們 做一些呼吸調節 跟做一些冥想 對 那可是那個是 平常就要練內功 就是你在暴怒的時候就會 讓自己深呼吸一下 對 然後或是去Fade out一下 就是把那個專注力 轉到別的地方 就不要想那個事情 對 那當然我們有一些就是 像一些電流刺激也可以讓我們 比較舒緩我們的神經 可是有時候平常我們都會用一些 微電流刺激讓我們 就是自律神經比較平穩一點 因為就是我們的那一個 像是杏仁河過度敏感 所以就很容易暴怒 杏仁河是掌管情緒的地方 然後你的杏仁河就是 呈現一個很激活的狀態 所以我們要讓我們杏仁河就是 平緩一些 所以可以吃一些像 抗發炎的食物 也可以讓我們的杏仁河比較平緩 OK 抗發炎的食物類是哪一類 像Omega3 像是堅果類 然後魚油 亞麻人油這些Omega3 OK 對 或者說像是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像我不太發炎的 因為我手錶都戴Omega的 幽默也是一種 我用來用來用來用去做